音乐 下面咱们开始上课 今天呢咱们要学习一下围棋里面 关于真子的一个技术 请问什么叫真子 刘墨 生子就是女王头 那我再提问你什么叫女王头 女王头就是女王头 女王头就是真子 对 女王头就是真子 连出自己把自己逗乐了 行了 什么叫做扭阳头或者什么叫真子 在围棋里面怎么来表达这个 也就是黑气无论怎么跑都跑不掉 因为如果直接跑的话 会跑到边上最后死亡 但是可以以引尊获得利益 他基本上就只有一口气 是吧 永远是被人家牵着鼻子走 扭着脑袋扭头 是吧 就是老是一气被吃一气被吃 在围棋里面 在围棋里面什么叫争子扭阳头 看左下角 现在白棋这一打吃 在这个标准的争子 扭阳头怎么争呢 就当黑棋一跑 白棋呢 永远是打他的头 不是打他侧面 是吧 打侧面他一尝 他一下一二三三口气 吃不掉了 跑掉了 打头 你就跑 我再 我再打头 千万别打他侧面 打侧面他就跑了 打他屁股 他就不跑了 打他脑袋 能打他屁股吗 不能 所以他最后形成一个这个状态 他如果不停的跑 他会一直跑下去 点出注意啊 他会一直的跑 在这在微信门 这种情况叫做 争子 俗称扭阳头 也这个阳的头 我就扭扭扭扭扭扭 扭着他 然后他始终跑不掉 是不是 这是争子 那我请问 你坐下门 应该回答正确 请问 这个争子 什么 特别重要 有一特别重要的一个 情况 谁能够 表达一下 郑云瑞 真子有利和不利 也就是说这个代表他是死是活 是不是 如果他真子 现在是白旗有利 那黑旗是不是就要被杀掉了 你玩他 他跑不掉了 比如这种情况 黑旗直接跑 最终结果 大家看 是不是以这条线 撞在白墙上面 是死是活 死了 对 所以现在讲的争子不利 是不是 黑旗争子不利 白旗呢 有利 所以白旗肯定把黑旗杀掉了 然后 黑旗一死 是这个状态 如果黑旗不跑 白旗以后吃掉 是不是这个状态 黑旗就被 其今 抽通 死 死 拒后 漂亮 如果黑旗跑掉 是这个情况 这个只要一活 这是不是没活 这是不是也没活 撞墙 而且这三颗死了 就被抽通了 黑旗反而提掉 拒后 这是真子的重要性 就是他能否跑要看真子 有没有利 现在肯定白旗有利 再提个问题 谁知道真子怎么来判断呢 他要看几条线呢 刘子肖 就是真子 真子你就从 你就斜着这么着 看就行了 看一条线 好 你坐下 还有吗 谢雨晨 然后我斜着这看 好 斜着这看 你回去 还有吗 李彦初 看六条线 这个真子 大概 你要看一条主线 是不是就可以了 比如你脑子模拟 只要你看 把这条线看清 你是不是已经可以了 但真子 其实他到底引证反应 你是不是至少要看四条线 如果就像这个跑道一样 这黑旗如果逃跑 他是不是就跟咱们田径里面的跑道 能冲出跑道吗 冲出跑道的时候犯规了 对 然后 如果你比如说两个人短跑 或者像刘翔一样 他110米来 他是不是只能跑自己这条道 他如果想冲到别人道上 拦住别人行吗 不可以 那边的冲雨道 对 我记得以前那个 有个古巴选手 罗布斯 罗布斯他那个 他当时参加一个比赛 当时刘翔要抄他的时候 他想那个冲出跑道 但是他不能冲出跑道 冲出跑道是犯规了 最后他怎么把刘翔给拦住了 谁知道吗 不是 他伸胳膊拽刘翔 他这么着 天下天下用手打刘翔 最后把刘翔给弄倒了 差点摔倒 但最后 那个罗布斯 他因为犯规 他本来得第一名 然后犯规 把他第一名取消了 但刘翔被他干扰了 刘翔最后得第三名 然后有一个美国选手 得了第二名亚军 然后那个古巴选手 罗布斯被裁判 取消资格 然后刘翔第三名变成什么 第二名银牌 然后那个美国人 得了第一了 本来应该刘翔得金牌的 这位那罗布斯 他那手老 他人不能过去 他是不是伸胳膊 他用打刘翔 他这不是跑步 是不是甩胳膊 天下天下打着 所以这是犯规 在围棋里面 跟那个跑步一样 就你现在在这条跑道 你说不能串道 你不可能说跑跑 跑到那边 所以这个是一条跑道 这个真子特别有意思 这真子呢 我记得 我原来小时候特别喜欢 那个有几位讲棋 电视讲棋 不知道你们看过没有 我记得小时候 中央电视台 北京电视台 还有一些其他的频道里面 经常有这种电视直播 我特别喜欢的 首先肯定是念品就的 讲棋特别幽默 我小时候特别喜欢看他讲棋 然后他讲棋大致观也好 而且念品的他有个特点 敢说话 说不好听的 就念品的还敢骂人 他就说如果这不棋 你下的不好 他真敢批评你啊 不管是鼓励长号 还有一些九段 一般人敢批评吗 不敢批评 只能夸九段 但是念品的敢批评你 比如说你这不棋 他就说 哎呀这不棋真是有问题 他就敢这么说 对不对 这不棋不好 甚至于他就说 这个棋是不臭棋 他就可以批评你 所以大家都特别爱听念品就的讲棋 还有呢 就是喜欢听一些女新手讲棋 女新手里面有个以前有个叫徐盈的 徐盈他是个武段 他讲棋也特别好 而且呢 还有讲棋的比如话语纲八段 我特别喜欢 因为话语纲八段 他讲棋就各种典故特别多 他知道好多历史的典故 还有一些名人的趣事 我那时候特别喜欢听话语纲八段的讲棋 还有一位就是王源八段 王源八段 他讲棋也特别幽默风趣 然后讲的也特别好 然后女棋手里面就是徐盈 他可以跟好多男棋手搭档 他可以和聂平的搭档啊 一男一女啊 比如一个男的站那边 一个女的站那边 两个人一边站一个 就这么讲棋一个大棋盘 所以搭档配合起来特别好 后来呢 我记得有一次呢 当时应该是王源八段 他就在讲棋过程中 他就提了一个问题 他就说 你们知道职业起手 计算力就是他能算多少步吗 你们知道吗 比如说你们现在业余起手 比方说 对你们现在有一级 二级一段这种范围 你们能算多少步 算路 算路举手 你算路有多少步 刘子乡你有多少步 三十多步 谢谢神 十步 刘牧 五步 二十多步 好了 大概从五步到三十多步 这个范围 是不是 你要说你能算五十步以上 好像不太可能 因为你们的起力不够 你要说算五步以下 我倒也可能相信 因为有人下快骑 他脑子里是不是只能看一步 他连三步都看不了 算两三步 对啊 那里言出说只能算两三步 因为里言出是快骑高手 一秒下一步 是吧 想秒杀对手 结果呢 秒死了 对秒杀 所以大家不能下快骑 下快骑是一个什么 对围棋一个进步 一个限制 因为你下快骑 他第一不锻炼 而且他没有算路 你只能看一两步两三步 另外呢 养成个下随手棋的快骑管 我多次强调 咱们班同学不能下快骑 知道吧 就是这个原因 就是下快骑容易养成坏习惯 王爷妈蛋他就说 职业骑手 他能算好多步 尤其有的职业高手 他可能能算一百步两百步 他能算好多变化 从这边这边这边 但是我觉得 王爷妈蛋说 你们现在也可以成为 能算五十步以上的高手 为什么 你们看征子啊 征子 然后黑骑走 对白骑走 假如每人走 走二十五步以上 是不是 最后 对 然后他就可以成为什么 成为算五十步以上的算路 所以王爷妈蛋当时说 你们 如果谁问你们算路 能算多少步 你们说能算五十步以上 为什么 征子能看清 黑骑走 白骑走 两个人一起走 是不是过来 是不是有五十步了 好 所以你们就得以这种 你看 征子能算这么多 证明其他的情况 你们也能算这么多 要有自信 那现在 咱们提个问题 就是 黑骑 被征死了 但是 黑骑真的就这么白白的死掉了吗 他一般 被征死的时候 他有可能出现什么 什么利用呢 黑骑他是白死了 还是有一些借用 刘田术 可以当劫财 刘田术说可以当劫财 还有吗 可以 可以做这个引征 说得非常好 周子鹤说可以做引征 是吧 劫财是不是劫财 是 这个劫财非常大 是吧 一旦你要是不理我 我随便一长 一拐 一扳 敲掉这颗结 那这个白旗 左边 左下全废了 基本上 然后 损失惨重 所以这个白旗 肯定要争你的 那你每跑一步 是不是都是一个劫财 对方必须要硬的 但是 刚才刘子 刘子肖在底下 悄悄的说 以后举手说 肖悄说 这是笋结 谁知道什么叫笋结呢 这个术语 什么叫笋结呢 余莫渊 不是笋识结财 结财这不是没笋吗 这就是损失木树的结财 对 损失自身受损 因为你看 你每多跑一个 是被人家多吃一个 而且他每多吃一个的话 他以后万一提掉你 他是后势越来越强大 他就跟吃了 那个 变形的激素一样 他那肌肉哇一下变得特别壮 那胳膊越来越粗 然后 对 变成大力士了 是吧 他们来吃两个 提个小花 然后待会你跑个五六个 提到这儿来了 这个中央开发三十目 一个字就三十目 你这跑五六个死了 这威力不可想象 太可怕了 所以这个结 不到万不得已 找这个结财的人 我劝你 冷静 不要随便找 因为这个结财 后果是什么 就算你那边结打赢了 你这边亏的 比打赢的价值要大得多 知道吗 你每一跑一步 我觉得至少损失木一场 你不要以为 只死了一个子 十目二十三十四 你跑了五个短 损失了五十目以上 然后那边打个结 你才赢个二三十目 是不是亏爆了 所以这种结 不是一般的损结 超损 记住吗 刚才有人说结财是结财 除非那边结财价值特别大 就是那个结的价值特别大 你必须打赢 天下结 有可能你会找损结 否则的话千万别找 知道吗 天下结就是 打赢那个结你就赢了 这边不管了 这边不管损多少 损五十目 那边结 打赢了便宜一百目 你也赢了 是吧 可以 好了 这说着 这是结财 不是说不是结财 但是损结 第二 刚才还有一位 周子克说了 引征 引征是什么 这咱今天重点 引征是什么 这个一定要搞清 什么叫引征呢 刘子乡 引征就是征子的话 这个被征的子 就不会被征子 特别引征的子 点连着 如果他要硬吃你呢 你去引了半天 引不到呢 硬吃呢 不到的话就可以 就是这个引征 对方还必须管 他如果不管呢 他就硬提了 他那边就出来了 嗯 刘子乡说的好 刘子乡就说 你可以在 他逃跑的线路上 比如他 刚才说 这是不是有条跑道 跑步是直线 这是什么 曲线 曲的把弯过来 但他是不是离不开 这条曲线 也就是说 从这一带 好了 也就是说 黑旗在这条线上 走任何旗 是不是都可以引到征 但是呢 引征 注意了 你要让对手受到伤害 或者你要占他便宜才行 比如你随便往天边下一个 然后敌方 说把你解消了 提了 那你这颗子 木说有多少 零木 不知道 零木 不一定 这个价值不明显 有可能是最后真的说零木 有可能成单官 但有可能成大模样 诶 一百 对 有可能是非常漂亮一手 还有可能是最后杀旗的时候 敌人从这边逃出来 正好被这颗子包围了 早先的伏兵 也有可能 但现在 在没有那些情况下 这个旗的价值不明显 不行 而且你下了这颗子 人家提到以后 以后人家就注意你了 因为你现在伏兵 已经变成什么 没有埋伏了 你这不已经冒出来了 敌人看见了 人家就以后 比如说从这边逃跑 人家不从这边跑 或者人家根本不打入了 因为你天上有颗子 人家注意你 不让你用出来 让你这颗子做废 让你在这块生锈 是吧 你这块成废铁 没有用 那现在白旗引征 要在这一带引 就是找黑旗的弱点 刚才李子乡说 如果能获得便宜的引征 最棒 如果你要没有任何便宜 那你这个字 被人提掉的时候就白死了 引征失败和引征成功 那请问 黑旗怎样在右上角 这一带引征 利用右上角的这些奇形啊 死旗啊 活旗啊 谁会引呢 看谁引得棒啊 引队的可以加分 李旺先来摆一下 小心底下的线啊 李旺点一个 还有吗 不一样的 没有了 没有了 周天这你说 我给你摆 上面 就这个 好 这是周天这 还有没有不一样呢 点到这 引到这 还有没有 他们是不是都没脱离这条线 都没脱离跑道 没有 这真有说 这还看四条线的 知道吗 脱离这四条线了吗 没有 还有吗 没有了 那好 那现在我找人来点评一下 就你认为 这个引征和这个引征 他们两个谁好谁坏 为什么 你能点评一下吗 你还能点评了 那你就很棒 李延初 你选哪个 那个跳的 这个跳点 你也引到这什么好处 因为这样的话 敌人 就是如果提这个话 咱们那个那个狮子就跑着 如果他不让我跑进这个狮子的话 我们的我们的黑人就跑出来了 嗯 这演出回答非常好 可以假的 还有人 还要 来总结一下吗 这几位同学非常积极啊 这一辰 那个第一能跑 如果黑棋不活 吃下这两个子 整个这边的大屋就跑出来了 然后这边也差不多都废了 如果他管这话的时候 那边那两个子也跑出来了 那边都废了 如果管 就跑这个 对 最后一粘 蒸不掉 是吗 那这个为什么不怕 这个因为它关系不到 如果白棋吃下这两个黑棋 黑棋也跑不出来 黑棋如果硬跑 挡住 挡住 死光了 因为这只说一口棋 对 这死了 这手棋的价值不是太大 是吧 这只能说把这边抬高头扩张一下 死的还是死的 活的还是活的 你这边被提光了 所以正经就是这个 引证漂亮的一手 刚才周天撤那个呢 不好 为什么周天撤那个引证不好 刚才他们两个回答已经很明显 这个点是凶狠的一招 他这一毡非常可怕的一毡 这一毡看右上角 本来这黑棋是不是都是死的 白棋是不活的 现在黑棋一毡好了 上面死了吧 死棋变活棋 然后这个也废了吧 这个是不是已经变不火了 变薄了 因为你现在有可能说被对手夹击 没活进吧 有可能被攻击 所以这个棋 巨大 刚才咱们说了 如果白棋站黑棋跑 这跑也是大的惊人啊 可怕吗 可怕 这是不是也是属于地震的感觉 呼呼呼 这楼都塌了 哗哗的 往下掉砖头 掉土 掉灰的 然后地面是不是已经高低不平 地震 死 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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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废了 没活 然后损失太大了 那我再提个问题啊 刚才就是这个引证效果很很小 这个引证非常可怕 那我问你 那现在引证到底是应该被他引到呢 还是不理他 消劫 让他跑出来 刘梦 然后让他跑是吗 这边地震 是吗 你觉得 这边是不是也是火山喷发的感觉 所以你觉得火山喷发比地震要可怕 是吗 都挺可怕 地震至少是不是那个没那么烫是吧 好 所以这个是不是也是火山喷发的感觉 到底哪个大 好了 我也不跟大家再继续谈谈了 哪个大 我一眼也不好判断 我得仔细判断 因为这个已经不是说挺感觉能感觉出来了 因为这两个是不是都是属于超级的可怕 地震难道不死人吗 火山喷哈 难道喷出来你还能好受得了 你在沿江里洗洗澡 好了 停停停 好了 那到底多大呢 这两个都特别大 要根据具体的目数来计算 就是说这个提到 后市到底多大 然后实际目数的这些 还有后包 点出一个目数的 假设他有 假设他有60目数 然后再数一下这个目数 假设啊 我我我现在没给大家仔细点 大家又要想想 死期变活期 活期变死期 然后吃通 聚厚 变薄 这是不是也不会假设 一眼看也不会少于60目 对 假设啊 有人说70目或者50目都有可能 那这两个一眼看不到情况呀 正比这个尹征好不好 大 好啊 这尹征绝对能让对手的脑细胞消耗大量 是不是 哎呀他得抱着脑子想 这多少目啊 然后跑出来可怕呀 然后这跑出来也受不了啊 吃不消啊 所以这是漂亮的一手 明白吗 所以这个尹征过关了 这个尹征不成立啊 那人还用响吗 瞄一眼果断就把你提了 因为先把这边提干净了 然后这边你又跑不出来 你这叫什么尹征 这是不是昏招了 是不是昏招了 这在维系里面叫尹征 昏招失败了或者下错了 是吧 好了 先搞清这个尹征 这个问题已经搞清了吧 然后下面咱们再看 下一道例题 下面咱们看一下这道例题 左下角是一个定式 这个定式是维系里面 一个非常复杂的定式 这是号称魔鬼三部曲里面的 一个定式 谁知道这个叫什么定式 下出来的呢 找一位啊 郭晨熙知道吗 不知道 看郭晨熙对定式不太有研究 再找一位 刘天树 对存整妖刀 这个妖刀下的魔鬼三部曲 除了定式里面魔鬼三部曲的 第一就是 排名部分信号三个 孙准腰刀 复杂多变 还有吗 演出 大雪崩 大雪崩 也是其中一个 复杂多变 大雪崩 还有一个 刘子骁 大邪千变 对 大邪千变 都是超级复杂 所以魔鬼三部曲 三定式 都非常难下 现在这个经典一个争执的问题 现在这两颗抖 旗筋 如果黑棋争执力 他是不是就把你争掉了 抽通结果是这个造型 白棋死光了 黑棋复活了 巨厚 巨厚 这个随时被跳 还能跑吗 还敢跑 不可以 这些收器 被断 不解铃 知道吧 变化复杂 我这跳一个 你还能传二路吗 还能挖吗 爬二路道 没出路啊 所以这个棋 是不是基本上 死一半 这棋 大不大 太大了 这个 这个如果要死的话 这番棋是不是 白棋已经输飞了 是不是坐飞机 可以直接飞到美国去 对啊 所以这个棋 不能死 黑棋打吃 白棋是绝对不死 因为这个价值 眼睛一瞄 是不是已经吃了 超过六十目 死了是不是 超过六十目 六十目以上 往上多少 不知道 但是不会低于六十目 所以这个 真子可怕 也就是这个棋 如果这是 不是白棋 那就over了 game over 直接结束 但是这个棋 在白棋的 逃跑线路上 漂亮的一个 这颗白棋 救活的这两颗 那黑棋 现在能争掉吗 不能争掉 那咱们 今天学的 引争 黑棋 也不能不走 夹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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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咋吃呢 您说不管齐节吗 挡住人 提烂 再夹吃 打哪个 这个 那你在街上 辣了 那 这时候白棋 说谢谢 谢谢 太感谢了 你这个 只获得了 这两颗等 但是你这个 被白棋走拒后 然后你这死掉了 然后还有引中的借用吗 这个白棋 是不是感谢你 黑棋 黑棋 这个收获不够 那黑棋 应该怎样引中呢 这个引中问题 刘墨 你觉得怎样引中 走哪招 刘墨 在那个白棋的上行尖 这个 刘墨说尖这个 尖冲 是吧 我觉得刘墨这招起 从引中的手法来讲 我可以给你加一分 是不是挺凶的 挺好 还有吗 李旺 靠这个 靠这个 李旺是直接跟你贴身肉不战 是吧 更凶 直接就把你的肩膀给你抱住了 好 这是李旺呢 先不说李旺正确还是错了 还有吗 刚才我说鼓励给刘墨加了一分 李旺 你先稍等啊 鼓励他一下 还有吗 刘墨也 飞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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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不早在这走 飞这个人家打吃跑了 你吃了这样吗 你这提着呢 你走人家随便跑 是吧 你咱们说尹征一拉像是片交把人家夹死 一会儿加这个 一会儿飞加这个 再飞加这个 吃了掉吗 要吃了掉的话 这就不是丁射 这不是魔鬼丁射 这就成僵尸 这直接加成僵尸 死在这 这个加好像是定时的 加哪个 加这个 不是不是是那个 这个 好像能使 这个 那是尖呢 对这个尖 斩上 斩上 我斩 那你这是误算王了 没有误算 齐筋抽筒 那个打 打这个还是这个 这人家粘呢 蒸 蒸哪个 蒸这个 还这个 蒸这个 蒸这个 有什么区别 蒸这个人跑 这会儿 那个 就那个的 那个的起到 这样蒸掉了 那这个 白旗就不用玩了 还敢蒸吗 刚才有人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就是这个丁射 他们认为 可以就地把这个白旗夹死 这样能夹死 就丁射是不是就失败了 还有人敢下白旗吗 没人 这下神战直接被夹死了 我估计一辈子没人敢下这个 这已经不是村庄药道了 是吧 村庄药道 对这个感觉 像中了魔一样 是吧 魔鬼 这是魔鬼定射 做噩梦 所以这个事 吃不掉 连说 别再说了 那现在 回正题 周天彻 看着 没有这个的话 人家还选择这个定射吗 这定射是否我自己选的 我是不是就因为 蒸走力 白旗才选择这个定射 真的不厉害选 这不是自删吗 所以 咱们熟悉定射的原因就是 我可以选 我可以选 立下的 可以选虎的那个 简明定射 因为妖刀是不是有简明的 也有复杂的 大家选的吗 那我现在 刚才有人走这里呢 有这里呢 还有吗 余莫烟 余莫烟 这个隐证和刚才的 这块是不是一个意思 我这个话是引到证了吗 引到了 但是敌人解消了 拐打和断吃 解消掉 你这个题有收获吗 刚才咱们说的 那个第一个立体引证是获得了巨大收获 你这有什么收获吗 你能吃掉我的脚吗 吃不了 扣一分啊 看前面 好了 现在我给大家几个选择 看 挂脚 肩中 引证 A B C D 四个引证 A B C D 四个引证 大家撕卡一下 待会我统计的时候再说 余莫烟 扣一分 因为你不停地喊 C C C 你把你的这种思路 强加在大家身上 大家是不是都被你干扰了 懂吗 都说C了 对 现在你自己保留自己的意见 不要说话 因为别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想法 对不对 不要干扰别人 太踊跃也不行 知道吗 这个时候要尊重你的同学 选A的先举手 选B的先举手 选C的先举手 选D的先举手 正解应该是 抗 这不抗 紧臭有力 就李旺的这个 非常的棒 为什么 因为你这个坚冲呢 也是有一定的收获的 就是当他解消 然后你是不能打下来 但对方对对他的伤害呢 没那么严重 对 还有呢 你在这个地方 伤害就更小 你说离他身体还挺远的 人家消掉 你 比如你走A 他走B 人家脚上 边上跳 你这个边上跳起来 没什么用 人家便宜了 你跳这个 人家跳这个 黑棋还亏了 这引征是为了干嘛 受获得利益 占他便宜 结果你 引征引了 万全引亏了 还不如不引呢 挂在这 引征是一种 但是人家消掉的时候 你最多什么 双飞燕 双飞燕 二打一 黑棋是不是也获得利益了 但是对白棋的伤害呢 没那么大 他比较靠牙 尖出来 是不是都可以走丁势啊 所以黑棋的收获不大 再看这个 这部靠是职业高什么 经常选择的 为什么 因为左下角 这个棋啊 白棋 它是不能被你吃掉的 比如他在这乱走 有可能时候就被你争死了 这一争死的话 那他打吃 你把它提了 大家觉得 这个转换是转换的 白棋的 所以你拔掉了 巨大 但是 这左下角 刚才咱们说的 这题的话 差不多60磨了 你这个肯定 差不多60磨了 你最多中央开发30磨了 是吧 加上脚上差不多也就个40磨了 对啊 肯定不如这个大吧 比块就知道 这能比得了吗 比不了 好 刘沐妍说 这个很厚 是吗 那你觉得 你有这个厚 嗯 刘沐妍 没有 对啊 刘沐妍笑着说 没有 因为这个确实没那个厚 这太厚了 这一排一排的 这子什么就多啊 人多势众 钢板都这么厚 啊 这个 白棋是不能被争死了 他必须要削掉 签下第一种 就是他削 那黑棋再一半 大概这两手棋的紧瘦程度加强了 如果你要在这个位置 是不是松着呢 现在一手 你两只手 只抓住他胳膊 他还可以活动 四肢活动 但你在这 按住他的脖子肩膀啊 今天能压住他 他还能乱动吗 不能乱动 所以这个 引证 凶不凶 凶 对 所以这两手棋 二打一 肯定对白棋 当成伤害 换一下 为什么说黑棋田呢 假如说你第一手棋 你站高木 敌方要挂脚 是不是应该是小木 或者三三 这种挂脚 他碰这个好吗 被你扳 谁亏了 他 肯定是白棋亏了 白棋是不是靠是 俗手 连班呢 我先下手为强 后下手呢 后下手肯定要吃亏了 是不是 那这个脚上 引证是最凶的 近身肉不战 为什么我敢这么下 因为你左下脚 这个针子的价值太大了 你不能死 一旦你死亡 你就要输了 那我才去肉不战 如果这个针子价值小呢 那就不用找那么凶的鸡 对 你就不能找这么凶的引证了 你就只能松一下 你就当成挂甲 我就跟你走丁市门 本来你这个欣慰也是应该小飞惯嘛 不是 肯定是在这条线 但是呢 我就说现在这个引证凶吗 够劲吗 不够 因为这个价值太大了 所以黑棋要采取最凶的引证 给对手 造成最严重的伤害 白棋呢 还有一种比方 可以长 但黑棋呢 下一手黑棋知道会增长的 举手 刘墨 刘墨 对 再切 咱们说贴身肉不战 我就死死的抱住你 我就以这个要逃掉 就是吃了让你逃不掉 以这个来威胁 你还敢再长吗 我不敢了 那我就真的争死你 你现在如果解销 我是不是还可以再搬你 是不是我始终是先动手 那肯定是黑棋带优胜鸟 能不能得便宜 能 便宜大 对 所以这个棋 黑棋的靠是最棒的引证 因为左下角的劫财 这个引证 劫财是不能找 引证的价值太大了 因为这个白棋不能死 就是这个原因 如果这个 针子跑得太小的话 那就不能采取这种引证 因为这个引证 有可能变成什么 损了 假设这个 没有这个关系 只是两颗子 假设没有这个角 没有其他原因 只是两颗子 那这个白棋死 是不是可以死 对 所以这个引证 大家听明白没有 谁总结一下 你有什么收获吗 你通过这个引证 就征子肯定知道了 大家知道这个有征子 但在征不掉的情况下 你怎么用引证呢 我看看这些证听明白没有 余默渊 就是说余默渊说的挺好的 他说你这引证啊 你要引到至少跟它价值差不多 是吧 你不能找没有用的引证 比如说你在这路上随便扔一颗子行吗 不行 但人家把这个一解消 你这个子没啥用 有用吗 没用 所以你就应该找一个价值 比如说这个炕 是不是对对手造成伤害 二打一 获得便宜 还有吗 买应该 下引证的时候 引证的时候 别人消消消消除掉 自己必须得获得利息 利益 利息不够 利息是不是少 咱们要把他本金都给抢了 利息是不是太小了 利息就一两毛 对啊 我应该说的狠一点 是吧 要获得利益 就是说获利 我要有巨大的收获才行 弥补这个被争死的损失 如果那引证 这个引的特别好情况下 就是这个价值超过的那边 白鸡是不是都不敢跑 白鸡是不是还得跟着走 那你就能把他争掉 还有吗 再找一位 李旺 引证必须要 有两个条件 第一个是你引证 对方是必须得硬的 不硬 对方就会吃亏 第二个条件是 必须在这条 这条争死的一条路上 对 你不能跑到那边 李旺的忠告也很棒 李旺告诉大家 说首先 你引证 你要获得利益 是吧 要获得收获 因为你要走得狠一点 而且李旺说 不止获得收获 你还要在这条路上 是吧 引证了这条正确的路上 你别走 走岔了 你要走偏了 比如你走到这边来 就没引到 或者对不对 所以李旺说 你一定要在 这条引证这条路上 所以今天这个引证 大家学会了 就是争死 被争死了可怕吗 不是特别可怕 因为你不是白死的 你有可能获得什么 引证的利益 明白了吗 还有的时候 如果我最后一个问题 如果现在黑棋不理呢 就不引证 黑棋比如说他就随便走一个 就随便拆一个 那白棋应该怎么办呢 谁知道 这黑棋拆一个大不大 但是他为什么不引证呢 他就不想引 不想现在走 那白棋应该怎么办呢 这是最后一个问题 关于引证和争子的一个问题 看谁听明白了 谢以臣 我觉得应该像这 因为如果把这块损掉了 白棋就行进化还可以 所以我就写了这块 好 谢以臣还有人要补充吗 听明白谢臣说吗 谢臣说他要走这 他说也就是解消掉 是吧 谢臣回答正确 就现在白棋 不管是走这个还是这个 是不是都能解消掉 因为你跑的话再跑 再整我时反吃 这个已经吃不掉了 那我解消掉有什么好做 就是我把黑棋的 所有的这条线上 利用全部怎么样 消除了 你好敢碰吗 你要碰的话 我弄你谁亏啊 看见黑棋亏了 黑棋靠心了呀 所以这个消除隐患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 这个消除隐患 我记得也是 我听王渊八段说的一句话 他说的一个成语 他说你消除隐患有个好处叫什么 虽然暂时对方你争走力 也不怕对方隐争 但是咱们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夜长梦多 晚上时间很长 你要是不消除的话 你就可能做噩梦 做噩梦吓得你浑身冒汗 所以这时候你为了避免做噩梦 避免夜长梦多 你就要解消掉 腾出手来解消掉 有没有价值 超大 超大 因为他隐正有多大价值 你解消就有多大价值 知道吗 所以这在高手眼里 就是解消隐患 而且把它走干净 那你的收获依然巨大 明白吗 其厚不厚 厚啊 因为你这期老低房子 被人家引针 被人靠 被人家什么这条线 随便走一走 你就心脏砰砰砰加速 你就担心 避免担心 找机会解消才行 听明白吗 明白了 这一课上这里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